如果今次的施政報告 我有一個正式建議 我當然叫他搞夜紛紛 搞得越多越好 香港有沒有人才流失呢? 我們沒有什麼人的流失 我們少了一條香港的筋 即是我們香港人 沒有再將自己的筋放在香港 這個是比人才流失更嚴重 因為你是一個港橋 或者你是Expect的話 你不會在這裡投資 你不會在這裡夜紛紛 你不閒在這裡高檔消費 你有錢也要放在有筋的城市 看影片之前 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還有 我們京一共肥計劃已經上線了 貼士物物送 有錢齊齊賺 快點訂閱啦 香港即是任何產業 人類經濟活動的人才是根本的 基本上我們有人才在這裡 我覺得不是人才缺失的問題 其實有一個位置 以前我在堅尼地頻道 即是在沈屋輝的YouTube 其實都跟他有一個很大的 不可以說爭拗的 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他在開台的時候 說了很多留下來的人 離開了的人的分野 實際上過了一年之後 現實的執行情況是怎樣呢 你是分不了兩塊人 你分不了哪一個人叫留下來 哪一個人叫離開了 尤其是當離開了很久的人 會回香港探親 每逢暑假或者英國冬天 頂不順便回來 過一下冬 有時候香港的人 其實他留在這裡 但你問他 我想探望你兒子和你老婆去哪裡 他的兒子和老婆就在英國 而且他可能反過來 人的肉身在這裡 他的家當資產和未來 都擺在其他不同的國家 兩種一衝擊之下 香港是分不了人才的缺失和留下 所以剛才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香港有沒有人才流失呢 我們沒有什麼人的流失 我們tax resident 我們稅務問題也沒有什麼流失 我們是少了香港的根 即是我們香港人 沒有再將自己的根放在香港 那這個是比人才流失那麼嚴重 為什麼我們用根這個理解 比用人才的理解 就是他會不會回流呢 我相信有的 而且也不少的 我看到很多人 發覺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爸爸回來上班 或者媽媽回來上班 兒女在那邊讀書 然後就是 即是有空無事 互換一下 我覺得他不是叫回流潮 而是他的根已經搬就了 所有家當根搬就了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我會不會留在香港做expert 現在我們有個情況很有趣 就是我們叫做港橋 在港港橋 留在香港的香港橋包 這個呢 反而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毛根的狀態 影響很大的 因為你是一個港橋 或者你是expert的話 你不會在這裡投資 你不會在這裡夜繽紛 你沒有空在這裡高檔消費 你有錢你也要放在有根的城市裡 這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沒有政策和沒有數據顯示到 因為根在哪裡呢 就是人的心裡的preference preference、use value 這些在經濟學上是統計不到 直至到有價格出現 所以你便 現在反過來 大家便說 為甚麼香港人走了 或者為甚麼香港人的 人工又那麼高 你要明白我們今年加了高人工 即是我們那個入息中位數加了 我們那個人的整體人數沒有少到 但是我們就是不消費 原因就是一條金在外面 identity是一個很強的城市發展元素 你脫了一個identity 總之一班都變成expert 你的資金是會外逃的 你有一個香港人的identity 我花錢也花回到樓下的店 沒有這個identity 你就會花在外面 中國二、三線城市 就是跟香港金市一樣 香港有少許像上海、北京 因為有上海人走 然後有其他外省人流去上海 這就是很像香港的情況 但如果你真的想看到真相 你不想看到一出一入的話 你看三線城市 就是三線城市的人沒有跟 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根 會放在上海、放在北京 你不會跟人家說 我是江門人 我永遠都要留在江門發展 沒有啦 因為每個人都走光 從廣州都走光 其實這是很像的 另一個城市 這樣發展會有的情況在哪裏呢 澳門是很典型的 澳門也是一些外向型很強的城市 所以中國二、三線城市是很像的 另外還有其他的 印度也是很像的 印度過往 其實所有最上級的人才在歐美 這類型的移民外流的國家 其實真的可以規格到香港的情況 那你有沒有能夠相反去做 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我們推薦到的 也不應該推薦的 例如你要加強一個名字 別傻了 我們這麼難得在2019年的時候 香港才是柔亂及智 你還要加強一個名字 我現在這麼難得可以拆散香港人的身份 但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找不到replacement 我們拆散香港人的身份 我們找不到一個新的identity 想不到一個沒有在香港香港人的身份 他變成英國香港人及美國香港人 這一部分我懷疑政府自己沒有太大的想法 如果你是一個real politics 你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 我們在這裡的金錢是有回報的 但是越來越少 那我們就要跟數字計得很足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甚麼呢 就是商界和政府搞你夜奔分 我和你一起夜奔分 不說哪一間公司了 你會發覺他的夜奔分真的是客氣做的 即是一個星期做幾天 但那PR做得很大的 對吧 那你這些你便會發覺 你這些就真的 算了一條縮數出來 發覺我做到這裡很盡的 那有些甚麼是可以做多一點呢 就是很強烈的identity 譬如說我很喜歡這個城市 我的子女在這個城市 這裡有一件物物 根本上我保育它是在商界沒有利益的 我都會保育這件物物 所以這個是人類的preferences 就是我們的偏好問題 但是如果你沒有了identity 你的偏好就只能夠用金錢回報 以前也可以的 中國是一個很蓬勃的經濟體 但是這個說法是永遠都有一個大問題 就是經濟一周期一差 或者結構性出現問題 那就搞成這樣 接近十年前香港搞國民教育的時候 我跟香港政府和教育局都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怎樣去搞國民教育 這個很正式正確 有一些政黨朋友說了幾個口號出來 就說我們要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你看看我們現在中國起飛 當時2005至2008左右 未90年 一定可以的 國家發展很偉大 最重要是讓他們看 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去到給他們看 就是國家由原本一片爛地 變成高樓大廈 又有錢 然後你又看到我們有很多經濟的偉人出來 然後說完這一堆之後 我跟另一位教授 現在教授以前在教局已經離開了 我們都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不行的 如果你是說用經濟去做籠絡的話 萬一你的經濟好過我們怎麼辦呢 第二就是如果我們經濟結構性出現問題 那就不喜歡中國了 這個問題最後引申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在2008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香港政府推出了國民教育的課程 但是那份課程呢 是寫得很巧妙的 它不是一個以經濟為崛起的一個身份認同 它是以價值為入手 我們所謂的價值教育 就是我們認為中國有什麼價值 我們會趨近一些什麼價值認同 這個手法很不同 亦都見到之後招起的所有官員 就喜歡一些現實的東西 因為中國那時候的經濟好 那你現在就看到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是想改變那個施政 以及以前會罵一個政府 甚至乎我們以前是罵民主黨 是罵到它就是趴在那裡 原因是因為你想改變它 恆鐵不成鋼 那你就想罵它了 那你去到今時今日 你反過來 因為我想改變我去罵它 我去批評 那現在反過來 就是你做得好做得不好 我也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香港很多現在以前的知識分子 智庫 我們只剩下一個選擇 就是它出一個offer 我們受還是不受 也免得跟你說改不改 你夜繽紛 你搞我選去還是不去 也免得跟你說你應該怎麼搞夜繽紛 那你這個都可以說的 但是說了又沒有一個回饋機制 也沒有一件事令我們覺得港元很開心 所以管治問題 剛才說香港的制度好 還是制度不好 我很難相信 無論由商界去到知識分子 會慢慢跟你說香港制度好還是不好 不過它會有一個行動很清晰 就是把金錢和子女放在這一個制度 還是放在其他制度 而這個思考是超越了我們過去2019年之前想的香港 因為2019年之前的香港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很強的向心力 你不會想自己把子女和錢放在其他地方 你的想法只不過是賺多一點賺少一點 怎樣輕鬆一點 現在我們所有東西 就會將香港變成一個 像剛才你說的 我們是一個很現實主義的基礎 一個比較性的基礎 我們經常將香港就是 夜繁紛 香港洗好一點 還是深圳洗好一點 金錢稅務問題 香港低稅一點 還是愛爾蘭、新加坡低稅一點 搞生意 究竟是香港好一點 還是美國好一點 科技業究竟是大灣區好一點 還是鎮那個灣區好一點 你這些就真的保持著用來比較 雖然香港政府是很難做的 以前是我考30分至40分都無所謂 我是30分至40分 現在是有一個香港人 好像媽媽那樣的人說 為何隔壁的小明 成績比你好 你想清楚 為何不可以像別人的小明 現在我們每天都會面對一個香港人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有時我替香港政府難做 我沒有特別期望 最好做一些沒有關係的事情 做一些影響力不大 你留一個空間 因為強正麗智是好的 為官被視平身遲 CY經常說 和習大大經常說 所以他搞一些掃街 清潔街道 那些人是非常好的 小事由政府出面做 大事由回社會搞 不過問題是因為他要有些政績 而且我們也負擔了一個很大的庫房錢 所以其實他是要做這些事 所以他也要 因為以前我們的想法就是 無論是英國政府也好 美國政府也好 我們習慣政府是養湧原的 出了糧不做事 很合理 你出了糧不做事 那就是我們整個社群做 你出手時是法律的問題 那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出糧不做事是很合理 大家要出糧不做事 其實我們還沒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公務員團隊 現在不是那麼厲害 現在我們用不是社會最厲害的人才 要他給他有權力做些事 那你作為一個正常的香港市民 當然是想他做一些最最後與關事的事 所以如果今次的施政報告 我有一個政策建議 我當然要他搞夜紛紛 搞得越多越好一點 你每區18區搞一次 那你這樣也搞了一年 每區搞一個月 整個總動員一起去做 那你這樣搞 那我們就可以18個月都輕輕鬆鬆 等下一份施政報告 再循新做一次 請緊貼更多理財投資和生活的資訊 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 記得訂閱我們的經一共肥計劃 以及Youtube頻道 再按一下小鐘 按下小ление 還是勞 涣